自张欣宇李晨分手后,两人都迅速转变角色,投入到各自的生活中,相比之下,张欣宇已经快速出离乡洒快活并找到靠山,而李晨似乎对旧情仍难以释怀,却也密得心知。 近日有媒体在红店意外撞见张欣宇余正再度喜相逢,当天余正满面春风,侃侃而谈,与他擦肩而坐的张欣宇身穿落洞百出的牛仔裤,尽管整体随意休闲,毫无装饰配色,但搭上妩媚的容貌倒别有一番潮味,张欣宇面带微笑心情挺不错,对余正的红论不时点头附和。 一个多小时后,张欣宇和余正起身走出餐厅,余正弹性不紧,而张欣宇浅笑韩琴,分手的阴影早已扫而空。 相比张欣宇的满面春风,前男友李晨则显得郁郁寡欢,被拍到与文章一起用餐,当天看上去,文章和众人一直在劝导李晨,张欣宇与李晨分手,一度疯传是他练上了台湾男星霍建华,但张欣宇和霍建华咬紧牙关不认账,据之前一次透露,张欣宇其实已向身边朋友默认了自己与霍建华的关系。